高雄民眾募集 一名騎士一邊騎車還一邊牽了四隻狗 在後座上還坐了一隻狗 讓民眾驚呼看起來就像是在拉雪橇 不過騎士這樣的行為 其實已經違反了道交條例 加起來最高可以開罰到4200元 另外涉及違反動保法的部分 也將移請動保處採除 人行道上騎著車牽四隻狗 後座還坐了一隻 狗狗跟著車速往前跑 這景象讓民眾驚呼 看起來就像 不是耶登老人也能拉雪橇 民眾看傻眼 騎士根本就是騎車兼遛狗 原來這名騎士每天都帶著狗 在高雄三多一路出現 不少民眾都看過他 而實際找到騎士 騎士行為已經違反道交條例 三條加起來最高可罰4200元 等分級將通知該重機車主道案說明後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告發違規行為 至於違反動保法第五條部分 則會依請動保處進行採取 騎士身為四主 卻讓狗在路上跟著車跑 要是發生危險 想必騎士也不樂見 記者兩者偶像超群高雄採訪報導